上海代表团今天在驻地举行全团和分组会议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勇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上海代表团团长殷一岁参加审议 审议中刘晓云代表说 过去五年 全国法院办案数量明显增加 审判滞效显著提升 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 让老百姓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了公平正义 从本月开始 上海法院将在全市推开 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审判中的深度应用 张本才代表说 两高报告对五年来工作的总结全面客观 查找问题直接坦诚 体现出了法治力度和民生温度 今年上海检察机关将加强诉讼监督 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将以公益诉讼为抓手守护城市的绿水青山 还将全力完成大部分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任务 魏家大对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的打击力度 朱之松代表建议 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设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并设从业限制 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一层的两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 性侵未成年人的重犯率达到百分之四十 区检察检察院也牵头设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部门 一起建立了一个信息库 这个数据库还太小 只能发现在本行政区范围内的违法人员 所以我建议在全国全覆盖的禁止这类人员 从事设未成年人的工作 今年的两高报告不约而同地用数据说明了 涉中金融案件的严峻形势 过去五年 全国法院审理非法集资的刑事案件 同比上升3.2倍 检察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的起诉数 同比增长了2.2倍 为此 陈静 马兰等代表建议 公检法机关应形成合力 创新举措 尽可能为百姓挽回经济损失 针对这些涉中大案 起诉审理的时间比较长 受损群众不断击反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可否分别集中力量 在公安快征的同时 检察院快速 法院快判 涉案的易损的资产快速的依法处置 受损的群众也尽可能尽快地挽回部分的损失 刘新华 曹立强等代表则建议 尽快设立金融法院 金融检察院 在专业审判层面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 设立金融法院是金融案件不断增长的专业需要 也是我们打击金融犯罪的客观要求 从我们专业性的角度去打击专业的犯罪 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 而且国际金融中心打造过程当中 还是有必要成立金融检察院 我感觉到是迫在眉睫 所以也是建议从国家层面来支持上海 上海代表团副团长廖国勋参加审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 列席会议 听取审议意见 特派记者 北京报道